湯爷 他竟然以自杀的方式 剥离魂骨 那呢 哥 对不起了 这一次 我不能让你的计划完成 怎么回事 那个方向 难道是 刚才怎么一回事 我也是听闻 十万年魂兽死亡时 此人会产生一个强大的刺场 不 十万年魂兽 没机会了 难道他是打算 献祭自己 据说当年唐三的母亲也是 不一样 这只肉骨兔 又能是一种 更为霸道的方式 不但献祭自己的生命 同时也献祭自己的灵魂 什么 献祭灵魂 他将灵魂 融入到魂魂之中 将自己完完整整地 给了唐三 在这种献祭情况下 不论唐三实力多少 不论他是否达到 需要魂魂的等级 这十万年魂魂与他的融合 都会绝对成功 唐三不是当初的唐号 没有接近封号通过 不可能凭自己的能力 吸收十万年魂魂 那小五呢 他的结果 将会是永世不得超胜 所以他会认识宏 摛 比 recrui 叛 Wir 到 攻入 小五姐 真的值得吗 值得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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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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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五姐的气息越来越弱了 小五 别离开我呀 哥 哥 小五 我就知道 那 那只是一场合梦 对吗 小五 不 小五 我的各项属性都得到了全面增幅 精神力也在急剧上升 这都是因为小五把她的灵魂给了我 哥 你的魂力也升到了六十五七 太好了 你现在一定是全大陆最厉害的魂帝 这些我都不要 我只要你活着 小五 将来 你还会成长为魂生 魂斗罗 然后是风号斗罗 哥 我的灵魂 会永远在你身边 照顾你 守护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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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